欸一文 為什麼你要突然改發球 我就突然發現我握牌原來是握錯了 打了十年突然發現自己握牌是錯的 對啊 沒關係啦就承認嘛 現在開始發球就會每球都A死 11月6號要跟他參加Buffley杯雙打 所以最近我們要開始練一些雙打的技巧 就是這次我目標是就是結局要搶得更多 欸你有沒有那個想法啊 我太搶了我不知道要怎麼打 就我們剛剛打一場雙打 然後輸給這個傢伙 欸對手好弱啊 幹鬼 欸我要上場了 走吧再打一場 可以打算 買衣服 是嗎 還沒有 打穴 ой 怎麼辦 我應該照顧 我應該照顧 比率 還要 比率 還要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今天就是我腳步都沒有蹲 就重心太高 還有我覺得我擊球有點太後面 所以就是抽球都一直被擠到的感覺 剛剛問了一下秀琳 他說今天就是雙打大概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準備太慢 然後第二點就是重心太高 然後第三點就是 第三點是什麼 拉拍太慢 就結局打完以後沒有準備下一顆球 所以總結一下 第一點就是 要準備 拉拍要快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 重心要壓低 然後第三點就是 結局打完以後要準備下一顆球